要讓女孩對自己有好印象 首先仪容是一定要打理好的 好好刮個鬍子 手指甲修剪好是必須的 換掉你那萬年T恤 睡褲 拖鞋吧 魯蛇 最好能買套朝南必備朝福噴點香水 光棍節網上都有特賣的 像是買縫購物就有瘋牆一一折 全館免運大牌破盤價 每晚8點準時開牆 喔還有現金紅包一一一元天天抓呢 哎呀這麼快就業配了 但你想脫單還是要看完 呵呵 好啦回到正題 外表打理好之後再來就是計畫了 邀約之前請先規劃好行程 才能顯出邀約者的誠意 也順便可以讓你做好準備 什麼準備呢 連當下可能會聊到的專業話題也都請先查好 看電影就先查好背景資料 吃飯就請先看好菜單實際 逛街就看看最近流行趨勢 最好讓女生開口問你問題時 你能不及不許的回答 那男人味可是大大加分啊 開口邀約也是一門大學問 與其直接用你好漂亮可以和你約會嗎 這種可以讓女生輕易打槍你 又讓你狼狽不堪的約法 不如多花點時間先跟女生聊聊天鬆懈心房 再利用光棍節透露自己單身的訊息 順便問出女孩是否單身 當然如果到這邊就失敗 那就只好請你換個回想 為了保護我們觀眾們的安全 好的 如果女孩也透露單身的訊息 不如優先方法可以讓女孩自然的答應邀約 比如說 啊 我們都是可憐的單身狗啊 不然就一起出去作罵情侶吧 啊 這不就是我們的節日嗎 一個人家太可憐了 陪我出去吃個單身晚餐吧 用這種有趣用自然的方法 可以大大增加成功率啊 首先先恭喜你今年光棍節是周六 你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以約會 逛街 看電影 遊樂場 但首先不能遲到不能小氣 我想就不用多提了吧 也不一定是要全程你請客 但至少不要計較零頭那四五塊 如果你的經濟狀況沒辦法帥氣的請客 那就帥氣的多丟六塊吧 幫女生拍美照是必須的 在這個人人是網美的時代 要是男伴沒有厲害的拍攝技巧 該怎麼辦呢 至少你也要有一台厲害的相機 TR70是時尚少女網美必備的自拍神器 它有時尚的鋁金屬外框和超薄機身 拿出來整個時尚感爆棚啊 而且它有自拍版能單手操作 擁有六種自拍藝術效果 不怕美眉嫌棄你的拍照技術 還能手機遙控拍攝 又能快速傳送到手機讓美眉打卡 就算你是攝影初心者也不怕 你又不小心在無形中業配了 約會時間最好是吃飯時間前一兩個小時 這樣可以提高一起晚餐的機會 口袋準備好幾間燈光美氣氛家的餐廳 這時候就是好好展現身世風範的時候了 幫忙拉椅子 幫忙倒水 幫忙拿餐具等等 再來是這時候盡量製造出 連紅心跳的小互動 不小心碰到手 不經意的四目相對 當然這要在自然的情況下做 千萬不要刻意啊 最後一定要送女生回家 除非被拒絕 這是你今天會不會脫單的關鍵啊 總之 預祝大家光棍節能成功脫單囉 那麼靈年 或有一棵 Cast 您內在 mobil時 會? 好看 謝謝